台北的金華城案 高雄的國賓案 陳希麥到底在決定金華城 像類比下來 為什麼國賓可以這麼高的比例 更高啊 曾經在側翼這邊傳出來一個人 其實不是這個陳希麥 是吳敦毅曾經決定老市長造成的 那最新他提出了一個 的聲明 駁斥 他強調建築容積獎勵 核定是地方首長的權責 不過高雄國賓這個1142 非常高的超高容積獎勵是今年 跟他當年市長有什麼關係 因為我們看到他的任期的時間 完全是在超出了這個 所謂國賓蓋好的時間 之前他就離任了 然後再來通過之後 他也不在任上跟他有什麼關係 甚至還有人萬啊等等的 很多的案子是不是跟他有關 他的聲明裡面特別強調 跟他任內一點關係也有沒有 就是刻意在一派胡言來 互相瞎扯 那當然這個是非賴系的共主嗎 他這個動作很大 陳希麥率領了七個縣市六個首長 齊聚南方治理平台 由他來跟中央喊話喔 喊話什麼呢 說過去中央施政縱北侵南 請問民進黨執政多少年了 治水防洪北高差異很大 所以這個是造成高雄淹水的原因嗎 那造成最近淹水沒有補償給人家 還把宮廳會放鳥的原因嗎 不知道 所以中央現在被他喊話說要負責任 所以審計2023年報告 奇怪了 前瞻基礎建設的總預算 5358億 高雄拿多少 獨拿1265億 佔所有各縣市補助款的四分之一 所以還說不夠 還說是因為中央縱北侵南 而造成的各種 淹水或城市結構老化的問題嗎 哇 果然是非賴系共主講話很大聲 但演唱會是不是真的有 帶忘了高雄的經濟 既然沒有收場租費 還要補助各種費用 也沒有抽成的話 夜市經濟如何 高雄市的攤販被數一數來講 數字是六都最多 那麼有沒有演唱會 直接引起他的這個寵意數字 就可以知道了 因為這個攤販的收入 全年收入是501.45億元 居六都第三高 但是今年的全年的利潤 已經減少了比五年前 減少了11.9 而且平均每家的利潤 都每個月低於4萬塊 說這個利潤低於4萬塊 算是非常低的 所以網路上很多討論 不是吹上天的演唱會效益呢 窮忙嗎 那還有很多警方 公務員要維持秩序 疏散 那暖市府的產值怎麼估算差這麼多 那或者甚至有倒閉潮 現在環保局做法是不准大家貼豬跟瘦 但這個報導告訴大家 臉書社團陸上觀察學院貼出來 新絕疆商圈的照片 一片黑暗 晚上非常冷清 今天就算是禮拜六的晚上 所以商圈轉移嗎 沒落嗎 房租便宜的地方攤商活絡 房租貴的地方攤商不划算 就沒有辦法生存 整個商圈出現了這個不景氣的狀況 又是為什麼 那還有人在PT上問 剛剛前幾篇大家討論年薪百萬生活 那請問如果在高雄呢 年薪百萬就會好一點嗎 因為大家都知道 北高的薪資還是有一點點小小的落差 那大家討論起來結論是 省市前又買不起房 高雄又老又窮 長不來看南部這幾年的房價物價都長得很兇 尤其是房價 那所以除非買40年的老樓 否則的話可能也只能放床 這個顯然在高雄年薪百萬 這件事情大家都覺得還是很難生活 那柯智恩呢最近有一個民調被說 他碾壓了其他民進黨可能的市長參選人啊 那柯穩哲 柯智恩呢這個帳號立刻突然被冒用 他辦公室指出近日市民反應奇怪了 假的柯智恩臉書到處要求加入通訊軟體 要大家小心 像法務部還有警政單位去檢舉囉 那是不是接下來有可能 所謂的賴清德夢夜 一定要拿下來的北部想要拿回來 2026他最忠視最關心 可是連南部台南高雄甚至屏東 亮哥講的藍軍三位選將 都可能翻轉民進黨的這個選情 所以恐怕賴清德也要擔心坐立難安了 兵哥我們來看看高雄 吳敦義這個事情已經傳了好幾個禮拜 那這次吳敦義不忍了直接出來回應 我當時就覺得很怪 吳敦義離開高雄多久 他離開高雄26年 這件事情到底為什麼會是跟他有關 這基本常識也要有 可是你知道網路上真的很多人在傳 說國賓的1142 百分之1142就是吳敦義核定 要人去問吳敦義 真的覺得這件腦袋頭裝的 到底是什麼東西 我真的搞不太懂 那你以為吳敦義出來說明之後 他們就不會傳了嗎 我告訴你他會繼續傳 就是這樣網路世界就是這樣的 沒有人在管你什麼澄清的 我只要是對民進黨不利 我想盡辦法一洗我要洗過去 就是這樣子很多網軍就是這樣幹 那這個陳其邁 今年已經是2024年了 過去在2024年民進黨執政了16年 然後你到現在還是拿陳菊當年那一套 就是因為重北欽南 然後高雄就是沒有得到經費 還在搞這一套 你過去八年也是你民進黨在執政 他怕蔡英文 那你的意思是說蔡英文長期忽略高雄 是這樣的意思嗎 那你高雄市長是民進黨執政了二十幾年 韓國瑜才一年多 剩下高雄市都是民進黨在執政 請問一下你們又幹了什麼 所以不要每一次責任就推給別人 這聽起來實在是聽不太下去 你應該要去檢討 你們花了這麼多錢 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不是嗎 而是不是把責任都推給 因為錢都給台北 因為錢都給別的地方 我們高雄就是可憐 這樣子講沒有人會信 那高雄這幾年 一直在推所謂的演唱會經濟 可是真的有演唱會經濟嗎 實際上真實數據拿出來 就會發覺根本不是那麼一回事 我之前就講過了 在今年第一季 高雄 屏東 嘉義 台南 這四個地方 他住宿的 這個所創造的營業額 不到台北的一半 四個地方加起來不到台北的一半 請問一下到底發生什麼事 很簡單 演唱會確實創造了盛況 可是人家搭高鐵來 看完演唱會之後 搭高鐵就回台北去了 他沒有在你這邊停留 沒有在你這邊消費 所以高雄市政府 要趕快去檢討 到底你為什麼 沒有辦法把人留住 是不是能夠創造更多的商機 這是高雄市政府 要去努力實現的 而不是用催的 用催的永遠不會成真 好嗎 所以趕快去做吧 老實講你攤販如果 你一個月的利潤只有四萬多 說真的你不如去幫人家打工 不是這樣子嗎 因為你只有四萬多 你要承擔這麼多的風險 那還不如真的 趕快去幫人家打工 還比較劃得來 所以這些都是市政府 應該去檢討的 現在高雄市政府發覺 自己沒有能力去檢討這些事情 沒有辦法去增進這些事情 所以就是什麼 解決提出問題的人 我就不准你租不准你受 OK吧 我把這些東西全部藏起來 當作美女事發生 不是 是把招牌拿掉 但是要租要偷偷做 沒有 你偷偷做 但是我不要看到招牌 他想說至少表面上看不見就算 那我就覺得 你們一直說這是 這個是妨礙世榮 有礙觀瞻 那我建議以後租的人 瘦的人 你們貼租貼瘦的時候 記得去找林志玲代言 找京城武代言 然後如果你還嫌這個醜 那你高雄市政府給我出來面對 你是嫌我們志玲姐姐醜嗎 是嫌我們京城武不夠帥嗎 是這樣嗎 所以不要找這種藉口 我覺得真的很無聊 至於柯志恩 跟謝榮介 他們現在慢慢陸陸續被盯上 我覺得被盯上是好事 如果人家都不理你才是壞事 我想這樣 被盯上表示你有實力 所以就要加強努力繼續做 讓更多人盯上你 這才是對的方向 那本來就沒有道理 什麼地方一定是鐵板一塊 只要努力就一定會有收穫 所以就是蘇清泉也好 謝榮介也好 柯志恩也好 繼續努力 就看看成果到底如何 友情編 這樣國賓的案子 去扯到吳敦義是比較扯一點 但因為這兩年他的健康狀況 所以可能沒有第一時間出來澄清 那現在出來澄清 整個時間點根本就完全兜不上 對 第一個 因為吳敦義的事情 實在太違反常識了 所以第一時間大家會覺得說 這麼荒謬的事情 這種造謠有人會信嗎 網路時代真的有一些人 完全不用大腦就信了 吳敦義離開高雄 那個時候還沒有21世紀 然後他離開高雄市長之後 他做了哪些職位 他做了立法委員 做了國民黨的秘書長 做了行政院長 還做了副總統 那今天國賓案真的算那個陳其邁好運 因為他還沒有最後的定案 他已經進入到 其實他們差不多容積都通過了 非常離譜的1142的容積 那都通過了之後 他們還要進行環評的這一關 等於說市政府還有機會卡關的時候 爆發了金華城案 所以陳其邁差一點 就也要變成圖利罪被告了 結果他趕快收住 他說 那這樣子我要再用第三方的公證單位 來評估一下土壤異化各方面 他究竟可不可以核定這麼高的容積率 他就把它收回 那從這個事情 就反正跟吳敦義沒有關係 因為如果二十幾年前的事情 你到了今天事情都還沒有定案 你都還可以把它收回的話 那這些事情 你跟吳敦義扯什麼 不要忘了你陳其邁 也已經是第二任的市長了 這件事情完完 原原本本的 就是全部在你的任內發生 你不要講說你不推給吳敦義了 你要推給陳菊也沒地方推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高雄的問題 因為陳其邁現在已經快要做到頭了 當然現在對於他的未來 下一步要做什麼 會不會有什麼重要 就有很多的揣測 可是揣測的同時 我覺得他高雄治理的真實狀況 也隨著現在柯知恩的民意高漲 柯知恩的民意高漲 柯知恩的民意高漲是說明什麼 說明不滿 因為大家其實對柯知恩 雖然上一次他的選舉有印象 可是他現在根本也沒有正式宣布參選 也沒有各種狀況 所以現在的名氣對高雄的不滿 我覺得檢討高雄的各種方向 各種的數字跟案例還會一一的出現 不是那麼容易再被美化了嗎 高雄有女兒柴薇怎麼看 所以我覺得很荒謬 因為我那個時候我只依稀記得 因為我年紀還很小 我們曾經高雄是有一個市長 叫做吳敦毅 對 那時候我真的年紀很小 所以居然到了我現在已經長大了 有意識了 吳敦毅的事情還可以被民進黨 拿出來當墊背 但是回想一下 這不就是民進黨的邏輯嗎 反正只要是對我有無力的 對我有傷害的 然後這個縣市 曾經有國民黨執政過通通都拉出來 要考古 才能找出人案 揪出來 都是國民黨的問題 這事實上就每一次都是 民進黨在面對問題的時候 最廉價也最粗暴的一個解決方式 所以我想大家真的 只要有一些腦筋的 就會知道民進黨的邏輯有多誇張 那回過頭來看新決章的事情 新決章我覺得我感受非常深刻 因為在韓國瑜市長那時候 在高雄選的時候 大家應該都知道 新決章當時候的盛況吧 擠都擠不進去 然後還有其他商圈 其實人也都非常的多 各種手印匯的人 對 整個商業的活動 是非常非常的熱絡的 可是才過短短幾年間 也就是在全其賣的這個執政這幾年間 整個新決章 沒有人的沒有人 然後要賣房的要賣房 然後租不出去的租不出去 你現在你在這個新決章頭 你可以一眼望到尾了 直直看過去 為什麼 沒有人 然後以前攤販在兩旁中間都是人 所以你無法看到底 現在就是8點7點你就直直看到底了 完全沒有人 人都去哪了呢 沒有新的商圈嗎 沒有新的商圈 這就是問題啊 陳其邁 高雄一直在告訴我們說 這個演唱會經濟有多好啊 帶動多少人潮來高雄 那實際上人潮到來高雄 為的是什麼 我要經濟活絡啊 我要商圈發展啊 但是我們新決章商圈 沒有發展之外 那如果說 陳其邁你說要其他新的商圈 在哪邊 沒有啊 沒有新的商圈 我講個最直接的 現在高雄人放下去哪邊 去百貨公司 好 如果說今天一個 陳其邁你市長 你要跟我說 那未來我們高雄就要發展 百貨經濟 OK啊 你只要大膽講出來 你有你的政 你有你的政策 你有你的方向 那都可以 可是現在看不出來 陳其邁對高雄 不管是商圈 不管是經濟 他到底有什麼其他的想法 那這個演唱會經濟 我覺得非常荒謬 為什麼 長者是寶 需要陪伴與照顧 一人一點力 愛就大無限